猪颈肉,梅头肉都可以,猪颈肉洗净擦干水分 用姜,蒜,生抽,蚝油,老抽,白砂糖,白胡椒粉,高度白酒,蜂蜜,抹匀,腌制一夜入味 叉烧肉最需要的是南乳汁 但是我没有南乳,所以我就用冰糖跟老抽上色 如果你们自己做一定要记得加南乳汁哦 第二天提前一小时拿出来回温 锅烧到七成热,什么都不放 下猪肉,两面煎一下 煎到金黄色,把腌肉的汁倒下去 再加开水,冰糖,生抽,老抽,蚝油,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20分钟 见钟记得揭开锅盖翻面 20分钟后大火收汁 不要把汁收得太干 我今天就是跟朋友聊天忘记了时间 把汁收得有点干 看到猪肉身上明亮色就可以了 捞起斜切片,装盘即可 这个菜可以做最后一道菜来做 上桌就吃,热乎好吃不腻 快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